好 那我们就 看一下下一组包 你身体保持直立 天哪 天哪 来了 有个多拉一帽 竹庆庆 他写什么 他的心动年始 心动年始 心动年始 你这笔歌的都对了 我也是 就是他两个那个项链 天哪 我看到这个背影 而且他那么小 一直套到一个那么大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女孩能做到这种 谢谢你小心 太可爱了 他是每拥一个 就放飞一个他们的回忆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想得好好 好高级 他当然跟我说的时候 没有这个画面 那现在各个感觉 这是干嘛 怎么糊了 新年了 新年了 看见绿了 对吧 绿了 哎哟 哎哟 怎么办呀 你妈穿那个的呀 我穿什么湿了 我靠下来 哪儿 这儿 这段为什么不让我想多累 很短动 大词问默默 就是说 嗯 你一定约会的新年了 已经出现了 然后默默就说 是他当录就在一起 好秀 就不能了 希望当录放在MCH 新年了 的时候默默也 换了 这些事情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 他们都有很多方法 所成的 哦 想到个白子 今天是我喜欢的白子 哈哈 他才可爱了 加油呀 哇 我感觉到的 我真的好意思 今天是我喜欢你白子 哈哈 他才可爱了 今天是我喜欢你白子 第二十一点 这个也是我正式 跟真的喜欢 告别的第一点 哦 救命啊 希望能力 就是这个女生 永远的女人最美 快乐 真的难过的感觉 对 因为我喜欢她 因为我一直都很难过 哦 对啊 我一定每天会遇到 你更喜欢她的人 她总是会怀疑 是自己不够好啊什么 对 还是 就是觉得她是非常好的一个 那就是说他们俩的缘分没有到 而不是说她不好 我其实是一直觉得 多拉一梦是一个很中性 或者偏男性的形象 然后今天她就 穿着那身玩偶服出来 然后我看着其实特别心疼 就是没有人知道 一个小小她 怎么在那个大大的玩偶服里 扶着那个头套 走路很稳的要走过来 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然后逐渐地把东西交给她 然后不崩溃 还祝负她了 关于感情这个话题 我们学到了 其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对于她来说 可能并不是说 我无法去回应这样一份感情 有的时候 当我没有预期到一份感情的时候 会有一种受宠落金的感觉 她并不是 get不到妹妹对她的喜欢 而是她get到了以后 她不知道怎么处理 她不知道怎么说 妹妹才能不伤心不难过 就她可能一直在想着 怎么好好的跟妹妹说清楚这事 但她其实一直没有做 其实对我来说 可能开始一件事情 会比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完美 会更好 调整一下球绪最后一组啦 哇 来了 唉 真好啊 她真的好像仙女哦 嗯 我啊 是杨老师先打电话的 嗯 我先打的 哪个吧 你为什么不先打 她的动人就是你 喂 你怎么还把你放了 那你高兴了 稳了稳了 高兴了我 憋不住我笑 这么憋不住我虎哥 吊成翘嘴 吊成翘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为什么看本人的好天啊 就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有少年男的 就是感动更多 是 我不知道你看过悲惨世界吗 就是 如果我在里面说 真爱的第一个征兆 在女孩身上出现的时候是大胆 读书里有用的 我认识过我的电影 哦 我觉得你是挺大胆的 对 其实 虽然我现在 就真的想 马上过去找你 这才叫猴急 你把你的 头像包和 两张约会卡 一起给到了我 这是上外的传统 什么传统 我也给了两张 这个画面 好多人在来说是我 对 对 别说喇叭裤 这个身材 对 当时你还没出现 然后他们都说是我 总之我什么都穿这件衣服了 小雪和小美在 灯火蓝山的树下 开启了一段 特别美好的精彩故事 然后时间 也恰好定格在这一刻了 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 心动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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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我在小屋里面 遇到了一个叫 杨荣卿的人 她让我的小屋之旅 变得快乐 变得精彩 变得圆满了 哇 哇 哇 杨姐在这眼泪 哇 好感动 好 好 好 拿起球场进入进去的速度 这小步是倒的 这小步 这小楼梯 谢谢 你说你喜欢郁镜箱 所以给你买了一个粉色郁镜箱 然后里面正好是21朵 因为你的幸运数字是21 哇 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小羊女猴哥的小无日记 好可爱 好几天都说 好运 今天我不想让你回去 哇 不想让你回去 做饭 做饭 对慢慢 闲蛋超人 哈哈哈哈 我终于知道这个哪来了 这段也好好看 哎呀好喜欢哦 我的加入会让你再找我一顿开心的一顿 欢迎 我想给小羊送你一句话 谢谢你 定格了我这个夏天 咱拍的照片刚好是21张 真的吗 你是不是丢了一张 真的真的 真的就这么多 因为他其实买了30朵郁镜箱 然后他是为了凑21朵 扔了剩下9朵 扔了剩下9朵 没有浪费 我说这个相片他是不是也丢了9张 还有这一张就是 万一以后我惹你生气了 你不理我了 然后我就用这张 你一定要理我 提问用过了吗 还没有还存着的存着 但已经无条件原谅太多次了 其实我前天才刚跟他吵完架 就是吵着吵着有时候 就看着他我感觉他都要吵不下去 他就要笑了 他要笑场了 但是又要把那个架往下吵 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在小屋里这段 那么好的旅程 那么多心动的瞬间 这个人是对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然后希望大家下次不管吵架 或者说想分手前 能够想一想小屋这段记忆 然后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当初杨老师要退出文坛 我是强烈拒绝的 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你 包括我觉得你的一些不好吧 有的冲啊什么的 幼稚啊什么的 杨老师不是说是那个可爱 好哥们儿 都听到了啊 然后我说可爱是那种原来二楼 他从那个地方翻下来 我说这男的也太幼稚了 结果后来你也翻 张老师也翻 哈哈哈哈 我说出来了 我也来吧 我就跟我说看到没有 我还挺有领导力的 哈哈哈哈 然后其实我觉得 心动只是开始 我觉得你们长得豪卖 我觉得我是不是当时 不该弄那堆破铜烂铁 他就在哪里 十二 没事 整个都是好 我能不能改点回应 还可以更好 没事 干嘛给我自己压力啊 你怎么可以更好 我也是 你要告白一次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人家你告白 你在干什么 我去嘘一下 好像是嘘了是吧 不知道他在干嘛 这是偶像剧目拍 天哪 哇 你吃吧 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你看 我直接抱回家 一直抱着走回来 你看 好快乐 我看一下 我 就是能体会到你的心 因为咱们两个设用 其实每天晚上都我们两个聊天 就是 很高兴 可以可以 这不错 这不错 让你高兴了 刚刚看这些 我觉得就是用这种真实存在的东西给它记得下来好像变得更有意义 嗯 一把耳机摘了 好去 这耳机没听起来 好 这样听众好多 那我们给期待遇见心动的观众们送些话吧 就是大家愿意花这十周的时间来一直跟着我们的心动走 我觉得很感激吧 就是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是希望遇见心动的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些人的这些心动的故事 不管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都能给予大家一些思考吧 就是如何更好的在感情中和自己喜欢的人相处也好 或者说如何去以一个让别人舒服的方式去拒绝也好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精力去给这些期待遇见心动的观众们的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心动 然后可以长长久久的幸福下去 就除了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路走过来以外 希望大家就是能在看我们的故事的同时 如果我们能有一点点能量 一点点勇气 或者说我们的一点点成长 能够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时间太好了